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起來 前面兩個我們先不管它 最重要是下一個 這個是條件 看老虎 這個是虎 你會看到我的身體進了一個 波浪 這個起來 到這邊我們進行了一個 吊著肚子 擊打 然後 這個起來 起來 這個 脫 調它 調它 好 這個是最直接最包力的方法 直接調它 穿上來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 上來高越高 再來 他更高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高退高 或者是八卦場裡面的穿 你會看到這支已經往眼睛 所以你下一支都會 把你的眼睛 眨起來 不是要用這個剛的去戳爆 你也不用 眼睛很脆弱 沒有肌肉 碰一下就行 或只要達到要嘛你閉眼 要嘛你閃落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有跌 就不平衡了對不對 所以像剛剛我剛做的招式 你又選進來 我接到的時候 做的這個 我們叫做調 調可以調哪裡 可以調 調這裡 可以調 這裡 這裡是最棒的 一次 對 做斷 怕眼睛會很痛 如果沒有做到 抽掉了 我還有 還有這一下 會從這裡之間 你會從這裡去 如果這輛肯定拳 戰鬥沒有結束了 超級桌下沒有辦法打那麼久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起來 前面兩個 我們先不管他 最重要的是下一個 哦 這一個是挑進 當是最直接的 當是最直接的 過來 蹦一下 可以 那支在這邊 進來 蹦一下 但是不要問這支手的問題 因為 後手會因為前手做牽制 我們當然會笨到 就是明明他後手會打 我來用這招 左拳進來 蹦一下 右拳來 他會直接做這個 然後聲音 砰 下去了 為什麼會做這個是 因為 你身體的形狀本來就想這樣 這個動作起來 不管你做快做慢 這一下是 砰 可挑當 可棘手 可以是打 可以 打 打下衣 這個都是可以的 那後面進的這個動作呢 就 比較簡單 代表的意思就是 這個起來 到這邊 我們進行了一個 吊著股靈 擠打 然後 剛剛做一樣的動作 圈完了之後 這個是直接我們 胸膛出去 以前我的第一個師傅 叫我八指球的人 他呢 有一天 就把我叫我旁邊 他蹲下來 拿竹筷在地上畫 畫了一個人形 我練習很認真的 非常認真的 到半夜我到那邊 拿他念書 畫了一個人形 他說 尼亞 他跟我講說 你的禁在命門 然後點了一個命門 我一直點完之後 他就不說了 走了 走了 我到了很久之後 我才知道 他長的命門 命門發緊指的是什麼東西 那你要練得出來 我們在進行了一個 殘肚抱的時候 進來 你看我的身體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大波浪進來 你在看 你在看老鼓 這個是虎 你會看到我的身體 進了一個 波浪 在這裡 先拔下他的臉 第一個 就是我們老鼓 老鼓這個貓牙 背 就是這個 所以正式在運動的時候 動作非常短 拳刀只有在這裡 然後我們又散陣 已經到這裡 就進來 可能是單腹 或者是雙腹 看起來 直接就面子 撕下來 只要五隻指頭 有兩隻 一壓到你的眼球 就是不太遠 後面都不用摸 我只要痛到 我能知道我痛到 你的身體就會 不舒服了 你要嘛就是 正式如果痛到 給你聽起來 會這樣刮 對不對 就不舒服 你也會自己動啊 對不對 他會這樣刮太動 身體就處理個亂七八糟 這個時候你緊急 要嘛 要嘛 這次來 要嘛這次亂回 對不對 只有這種情況 但你要想像這件事情 如果我的手臂指頭 在裡面有好之前 我是 這麼大力 這麼大力的速度 這次還沒開啊 那隻來不及啊 你只有把你的臉 給花貓 直接摳了一下 有點指頭的 那個很可怕 下去下去下去 但他的形狀呢 他只會長得像這樣 單後口 發掘 然後 立正 拿鞋 進 你會看到左旋在這個地方 這是老虎 他會正面說老虎不要回 老虎要來 老虎要來你有沒有辦法 你會上 這次老虎是從側要跑進去的 老虎到這裡 只能夠 砰下來了 你看他身體 在肩膀 你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嗎 但是掛下來到這裡 砰下去 也可以不要摳 直接在這個地方 身體去下來的時候 在這裡 這個就 砰下來 掌根 老虎的掌 掌根 就砰下去 這個也對我要講解說 這個一定就沒了 而且他的位置 物理學校位置是這樣的 我進來 你往上 身體一個下來 打 扯下來在這裡 你看他的頸椎 頸椎是在這個地方 我的頸 我打力量 是跟他的頸椎 進不垂直的方向進 這裡會錯啊 再見 雞雞 一手 但這些都是 理論 所以我來教的時候 我一定會 講 不用 當起來 不管前兩手 這一手 你的高度不會錯 因為這手比較沒有 很難過 有人當什麼的 沒有 當一定在這個下面 因為對手比你差不多高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位置是在挑戰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還是今天做第一個 起司跟藥師 藥師 藥師 他裡面都藏了很多 我還有兩隻手 給你講對不對 肩膩進來了 回來到這裡 好 然後從這裡 好 這樣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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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